好我们来关心天气呢 今天依旧受到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 那么包括在北部还有在东北部来说 感觉上面整天都会比较湿凉 其他地方早晚也是偏凉的 今天呢清晨的这个最低温出现在宜兰这里是16.3度 那各地的高温呢也有略微的回升 桃源伊北跟宜兰大概高温会在21 22度 那竹苗花莲23 24度 其他地方可能可以来到26到29度 好所以如果你是要南来北往这样通勤的话 要注意哦南北温差比较大 另外降雨方面呢水汽也还是蛮多的 在台中以北花东还有外岛的马祖都会持续有降雨 尤其呢会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 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比较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好所以呢另外要告诉大家注意东北风比较强 那么在桃源以南的地方 银海空旷地区都可能会有八到九级强阵风 提醒大家好要多多的注意 我们来看到降雨趋势的部分 今天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包括呢刚刚说到在银峰面 桃源以北还有在这个东半部 尤其呢宜兰的这个部分 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这波东北季风预估呢会一直影响到周三 看到周三的部分呢 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有雨的 那么呢在周四的下半天开始 会有一道封面来通过台湾 加上大陆高压逐渐的东移 所以雨趋看到稍微扩大咯 包括在北部东半部 甚至桃源以北这边都会有雨的 好一直呢到了周五来说 干冷的空气来影响我们 所以天气逐渐变得比较稳定 看到只有在南部地区 屏东恒春半岛这个部分呢 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 那么至于温度方面的走势如何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明天来说这个东北季风就会逐渐的减弱 转为偏东风的一个环境 所以气温会持续的这个回升 那么一直到周四周五 大家要密切来注意的是 全台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气温变化 首先呢在周四的上午期间呢 会延续周三天气形态 各地的气温比较暖 白天呢这个北部温度可以来到24到26度 那么花冬的部分呢可以来到26到28 周南部更热28到30度 中午之后呢封面开始通过了 那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南下 随即带来了冷空气 所以可以看到呢北部跟花冬呢 是白色这条曲线的 好气温明显的下滑 到了夜间低温可能下滩到16到18度 而周五会持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这波冷空气呢 它的性质是偏干的 预估各地呢天气都是晴到多云 可是云量偏少 所以呢夜间的辐射冷却会继续的作用 那预估这波冷空气最低温的时间 就会出现在周五的晚上 一直到周六的清晨 台北侧站低温不排除 可能会降到14度左右 有机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等级 另外特别留意的是 在郊区沿海空旷的地方 尤其中南部内陆区域 可能只有11 12度的极端低温出现 但是呢礼拜六的白天 太阳升起之后 那么当然气温开始回升了 而且回温的幅度呢 看得出来是相当的大 所以早晚温差 有可能会来到10度左右 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部分 都要务必来多加的注意保暖了 好我们最后几件事情 来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来说 北东地区呢 还是比较湿凉的 那么大家好 外出还是带个外套 尤其要带个雨具会比较保险 另外呢沿海空旷地区 要留意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 周四会有冷空气报道 所以呢你冬天的外套啦 好大意的部分都要准备好 那么不要着凉了